歡迎來到DBS 我們今天要來看德國分房9.3的KPZ70 這台車如果對戰爭的陸戰比較熟的朋友就會發現 美國也有一台長得跟它一模一樣的車 基本上這兩台車就是頭台車 因為這個是1970年代美德兩國 當時為了要抵禦蘇聯的鋼鐵洪流 冷戰時期的鋼鐵洪流社 研發的一個主戰車的測試平台 那很可惜的之後兩國都各自有自己的主戰車線 他們都因為設計裡面不同 所以設計出了自己的理想戰車 美國有了美國的艾布蘭 德國有了非常有名的鮑爾系列戰車 但這台車還是非常的特別 它裝備了150毫米口徑的炮 那這個口徑的炮就是我們熟知 KV-2神教的那一門 150毫米同樣的口徑的炮 但是呢 但是呢 之所以要是這個口徑的原因是 當時候 美德兩國都希望說這台車可以裝備 當時最新的炮射導彈技術 那為什麼要裝成炮射導彈呢 主要原因就是當時候的炮射導彈 擁有遠距的精準度比較高 再加上可以更遠程攻擊的這幾箱優勢 那當然 到現在我們都知道 現代戰車的發展都用鋼針 主要都是用鋼針 美國 德國啊 法國英國都已經放棄炮射導彈 戰車上面炮射導彈的這個設計 都全部用鋼針了 但當時候這是一個很新型的設計 所以他們想要使用這個科技 就必須要用比較大口徑的火炮 那這台車除了火炮很特殊之外 它還裝備了這一門20毫米機炮 相較於大部分主戰車上面裝備的 第50機槍或者是7.62口徑的重機槍之外 這台車裝備的機炮 也就是說它可以在主炮壞掉的時候 還可以用機炮去騷擾一些比較輕裝甲的目標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這台車是不是值得你滑好幾個小時 從最低階的德國戰車一路練到9.3分房的KPZ70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這台車的裝甲 整體來說這台車的裝甲真的不太優秀 因為不管是防禦化學能或者是鋼針的攻擊 所以它的炮塔和車身基本上就是吃吃吃把炮彈吃進去 那所以這造成你就算找到一個好的掩體值露炮塔 敵方戰車還是可以打穿你的炮塔正面 除了炮塔左右側有比較好的防禦能力之外 它基本上中間這一大塊 60-70%這個區域 它的防禦能力大概就是200-300毫米之間 那在9.3分房 穿甲彈鋼針的穿甲能力都大概330-340以上 更甚是如果我們看到蘇聯車T6-43T72的鋼針都有425的穿身 要打贏的炮塔根本就是輕而易舉 那除此之外呢它的車身則手上裝甲更弱 那手上裝甲只有160左右 那手下裝甲好一點250 但是這些防禦都不足以讓你可以抵禦鋼針的穿甲 那除了鋼針以外我們在這個分房還是很容易看到 包括高爆穿甲彈或者是飛彈的攻擊 那對於化學能穿身來講的話 其實也不優秀喔 基本上剛剛可以穿的地方這邊都可以穿 在這個分房中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 400穿身以上的高爆穿甲彈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防禦力大概就是300毫米以下 對400穿的高爆穿甲彈來說也是可以輕鬆的擠穿喔 所以這台車的整體防禦並不好喔 那因為它炮彈的配置還有車主員的分布喔 它算是當時候非常先進的設計 所以它的車主員只有三位 也就是說打進去之後很容易一炮帶走 接下來我們來聊聊這台車火力的部分喔 這台車的火力非常特殊喔 因為它裝備的是152毫米的主炮 那這一門主炮你很難在其他車樣上面看到 畢竟西方國家主戰車要不是裝備105毫米的M68火炮 不然就是裝備120毫米RH120德國製的這個火箱炮喔 那152毫米當時候是為了要使用這個MGM-51C的炮射導彈 所以才會特殊裝了這麼大口徑的火炮 不然其實真的不需要這麼大的口徑 那除了這個炮射導彈之外 它還裝備了一般的高爆穿打彈、煙霧彈還有鋼針 那鋼針將會是你遊戲中最常用的炮彈喔 因為它的穿打力高、初速高 然後可以更有效的擊穿你遇到的大部分主戰車 但它的穿身只有346喔 346這個穿身在九點三分房來說 還行!還行!但是絕對不是最優秀 有很多這個分房的戰車有比你高更多的穿身 但是它的最優秀的地方並不是鋼針本身 而是它的裝填時間 這台車的裝填時間只需要6秒 6秒的裝填時間真的非常非常快喔 你打了第一發之後可以再馬上送第二發出去 那再配合這台車的機動性喔 還有它的20毫米機砲 讓它成為9.3火力數一、數二強的主戰車 接下來我們聊聊這台車的機動性喔 這台車的機動性非常非常好 在這台車上面基本上就是跟飛起來一樣 它的重量達到51.7噸 但是呢它的引擎有1500匹馬力 1500匹馬力非常的驚人喔 這麼大馬力的引擎配上只有51噸重的車身 真的可以在戰場上面飛來飛去 進行測息啊、搶點啊、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再加上它這門20毫米機砲 在面對裝甲比較差的車輛來說 你甚至不需要使用到你的主砲 你可以對第一個目標開火 用你的主砲開火 然後用第二個 用你的20毫米機砲對第二個目標進行騷擾 不管是打亂它的履帶啊、打爛它的砲啊 或者是有些輕裝甲目標 你甚至可以直接摧毀對方的整台車 整台車就直接帶走囉 所以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這台車的機動性 絕對可以讓你在9.3的分房中 飛來飛去 也可以讓你在城市站中 用高機動性還有反應快速的砲塔 進行機動作戰 總結來說 這一輛車 真的非常好玩 是我個人非常推薦的一輛主戰車 不管是美國的版本或是德國版本 都非常非常好玩 它也裝備了煙霧發射器 它也裝備了鋼針 它也裝備了機砲 它也裝備了炮射導彈 然後它也有很好的機動性 它唯一的缺點就是它的裝甲 但是它同時也有夜視儀 它同時也有雷射車距離 然後它還可以交炮子 所以這台車真的就是 把五花八門最新最好的科技 在當時最好的科技裝在這台車身上 那身為一台實驗車 在遊戲裡面 真的是可以把它的所有的技能 發揮得零零精致 真的非常好玩 尤其是剛開場的時候 當大家都開著主戰車向前衝 然後敵方帶兩台工藝直行機 拿著火箭過來騷擾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笑笑的看著它 然後拿惡靈機砲噴爆它的臉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 這台車真的非常值得擁有 它六秒的裝填 真的可以讓你出其不一的賞對方兩炮 直接打對方的臉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薦這台車 如果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把這台車練出來 然後在唱唱上面奔馳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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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